获救少年躺在单架上被抬上救护车 受困超过两个星期 泰国少年足球队终于有人重见天日 根据搜救人员从洞穴里记录下的画面显示 洞穴通道狭窄 上市岩石下市积水非常险峻 经过一番努力后 第一名少年终于在当地时间 昨天傍晚五点多被带出 比预计的时间早了三个多小时 搜救队是采取两人带一人的方式 潜水大约一公里 再以步行的方式将四名少年带出洞穴 由于当局禁止媒体靠近 因此媒体只捕捉到 相信在有获救少年的救护车 以及直升机出没将少年送往医院 虽然现场一度传出有六人获救 但当局后来证实脱困的只有四名少年 泰国当局在行动前说 会先将身体状况最好的四名少年先带出洞穴 而在救出他们之后 搜救队也说他们健康状况良好 但泰国媒体报道 其中一名获救的少年送院之后 身体状况不佳被院方标签为红色 也就是情况严重 不管怎样随着这四名少年脱困 至今还有九人留在洞穴内 由于昨天的搜救行动耗尽了大部分的氧气瓶 因此当局一度暂停搜救 不过这项大胆又危险的救援行动 今早已经恢复 尽管泰国当局说救援行动比预期来得顺利 不过当局强调要将剩余的九个人全部救出 可能还需要四天的时间 NTV7综合报道 好 好 感谢观看